山寨探望十六 不知我可不可以上新聞呢? 中曉晴1997年在我出生 小時候父母離異 由父親撫養 他患有讀寫障礙 讀過三次中一 被若稱為傻情 學校知道他缺陷 但可惜沒有在作特別安排 他在體育方面表現得很好 得了不少獎牌 2008年 中曉晴認識了顏昆堯 成為他的乾老爸 顏昆堯是羅詠彤的男朋友 2011年11月 顏昆堯一日濫用甲基奔丙安 引致心理和行為失衡 患上精神病 第一次去北區醫院 精神科藥物濫用診所求診 2012年3月11日凌晨4點多 顏昆堯和另外兩個男子 進入粉嶺長華村商場 71日 將個12歲的男童拖出門外 用類似水牛湯的物件襲擊男童 男童受傷送軟 左前壓有達1.5厘米的裂傷 腦部沒有出血 在同日出院 2012年5月8日 顏昆堯去到藥物濫用診所求診 因涉及毒品案被警方拘捕 收到黎智國修壓所等候判認 2012年7月25日 羅詠彤透過Facebook 到鍾晓晴探望顏昆堯 2012年7月27日 上午11點55分 羅詠彤和鍾晓晴去到黎智國修壓所 探望顏昆堯 顏昆堯在28日探訪窗戒見兩人 將兩張手捨一指跳在玻璃箱上 一級懲教助理陳文偉起一疑心 監聽和錄下三個對話 顏昆堯和羅詠彤和鍾晓晴這樣說 他將隔離北區醫院叫精神科醫生 今日好時機 有天時地利人和 他叫兩個人吹雞找人難懲教員 如先至即使可以逃走 叫他預備一塊布頭一塊翻檢 他說逃獄計劃曾經有人試過成功 炮就說自己裝成是第二個 羅詠彤提醒顏昆堯 他們的對話是會被錄音的 顏昆堯就說 又錄音怎麼樣 他們趕不及的 之後才聽錄音 兩個女孩不斷在撕笑 詢問應該用誰幫忙 顏昆堯沒有回答 他就問他 我是不是很英俊 我做什麼都這麼囂張 我要到最囂張那個 我一定要出去 羅詠彤又說 那你可以和我看片段 顏昆堯又說 不知道可不可以給我上個新聞呢 鍾邀情就說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你老公這麼夠撲 和顏昆堯說 你好累啊 顏昆堯回答 最多拜回來被人打獲金 羅詠彤說了兩次 總之鐵條拉都吹雞 下午10點14分 羅詠彤和忠宇晴離開了 程教員在醫療西垃圾桶 找到兩張撕碎的紙張 並合重組發現 寫有陶肉計劃和草圖 程教員查問顏昆堯 顏昆堯突然發難 大炒大辣不斷反抗 爆出這樣說 我可以走是怎樣啊 吹啊 程教員最終用胡椒噴霧裝去制服 程教長警方報告顏昆堯的屠肉計劃 提供羅詠彤和忠曉晴的閉路電視影像相片 羅詠彤和忠曉晴離開黎智國生日所之後 電召客貨車接載北區醫院 下午10點15分 客貨車司機王文德接電台通知 有乘客召車由長沙灣上水 王文德按電台提交電話號碼 打給乘客問登車的地點 女神要求在麗智國收入所門外登車 下午10點半 王文德開著藍色客貨車到達麗智國收入所外 羅詠彤和忠曉晴上車 和王文德說用最快的方法北區醫院 忠曉晴提供羅詠彤打女友給誰求助 羅詠彤在車上用忠曉晴的手機 打了4、5個電話給阿銘、阿秋、昆仔、康仔 吹街到北區醫院 阿昆自己放自己出來 阿昆去北區醫院看精神科 之後會在樓梯跑下來 你們負責開路 只有兩個懲教看著他 搜救些東西很容易搞 你們要頂著懲教 開條路給他走 有沒有相送的士 要過的士接人走 預備的毛巾和衣服給他 何永堂每個電話都重複上述的內容 忠曉晴打了給唐B 亦都講出同一內容 王文德認為對話內容很奇怪 特別留意 下午10點40分 探員5187 在黎智國收集所 拘捕顏坤堯 顏坤的警戒之下說 沒有話想說 拒絕錄影會面 下午1點鐘 客貨車抵達北區醫院 要夾錢才夠給123元的車費 到達醫院之後 何永堂和忠曉晴分道揚標 唐B 張俊傑先後到達 何永堂急著在外面 住宅其他人 稍後 唐B打兩給邱麗營 要去北區醫院回合忠曉晴 張俊傑叫忠曉晴和邱麗營 去到醫院正門 放懲教處的車輛抵達一陣 去到精神火入口 通知張俊傑和羅詠曉 女探員1380 接播來到北區醫院監視 限週3點40分去到北區醫院 發人忠曉晴和邱麗營 坐在醫院正面大堂的梳化上 忠曉晴關注正門入口情況 邱麗營手拿著電話 一個懲教處車輛世經醫院正門 邱麗營表得很緊張 跑到連接醫院側門入口走路 邱麗營在正門大堂打電話 忠曉晴返回合邱麗營在床畫沙發上 張俊傑和羅詠曉在北區醫院側門外 截停了一部新界的士 吩咐的士司機說 打一會兒有人下來了 幾分鐘之後 張俊傑和司機說不用等了可以離開 下午3點45分在北區醫院監視探員 看見張俊傑站在醫院側門外 羅詠曉就站在他身邊 下午3點50分 女探員6684到達北區醫院 監視探員正門大堂梳化上的忠曉程和優麗營 下午4點鐘 女探員1380截停和拘捕忠曉程 在警戒之下 承認曾經去到黎智國透露所 探望顏昆堯 女探員6684上前查問和拘捕優麗營 優麗營在警戒之後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 是傻情約我來醫院 要幫忙擋住她的人 給爸爸走 我也很害怕 羅詠曉和張俊傑被捕之後 帶回警署調查 張俊傑警戒之下和探員說 去北區醫院是為了阻止羅詠曉和她的朋友 協助顏昆堯逃走 2012年8月2日 王文德在列島演員行列中 認出忠曉程 但未能夠認出羅詠曉 2012年9月28日 顏昆堯承認一項傷人罪 她說在2011年11月被藍倫出現侮辱 案發一日擺帶給她朋友 前來勾打藍共 區域法院法官姚芬治說 韓君堯坦白承認兇罪 勞教中心報告說她有毒飲 不予接納 下毒案的嚴重性 大陸所並不適當的選擇 判監20個月 2013年2月20日 5個人戒上區域法院 27歲的張俊傑 報稱運輸工人 17歲的劉詠棠 沒有職業 16歲的鍾曉程 鍾義女生 16歲的優麗營 鍾三女生 21歲的顏昆堯 復刑中 5個人被控一項串謀 從合法機壓逃脫罪 顏昆堯和鍾麗程 認罪之後稍後判刑 其餘3個人不認罪受審 2013年2月21日 優麗營出庭時可謂承認控罪 張俊傑和羅詠棠選擇不作弓 沒有傳召辯方證人 2013年4月3日 區域法院法官林家欣 裁定羅詠棠一項串謀逃離 機壓罪名成立 否認控罪張俊傑在警戒作弓時 說去北區醫院是游說羅詠棠一班人 不要協助顏昆堯逃獄 控方陳朝鎮說 張俊傑如果要阻止 顏昆堂一班人 他就不需要一直在醫院逗留 法官認為 這個可能是羅詠棠一班人 不聽許意勸告 張俊傑是一直留在醫院 嘗試說服他們 設定的士的舉動雖然令人生疑 但控方未能舉證至毫無合理疑點 裁定張俊傑罪名不成立 案日後到4月19日 羅詠棠和早前認罪的顏昆堯 鍾晓晴和優麗營一同判刑 優麗營獲准保釋 顏昆堯仍然在囚 羅詠棠和鍾晓晴還下後判 2013年4月19日 5個被告在區域發言判刑 顏昆堯有一次刑事記錄 性質和這案不同 令到還下在麗芝國收納所的毒品案件 控方已撤為有關控罪 顏昆堯求證的理律師說 顏昆堯一直患有精神病 還在麗芝國收納所時 囚友告訴他 販毒案件 開判9至12年 他很震驚 一時想歪了 才干犯這案 法院法官林家庭判刑說 案情嚴重 顏昆堯的童肉大計 很粗疏 可能性很低 反映各被告很無知 顏昆堯年紀最大 亦始作俑者 罪責最重 他患了精神病 是他濫藥所致 與人無由 不值得同情 顏昆堯一件雙人案被判監20個月 正在復刑感 這案判監16個月 這案性質和顏昆正在復刑的雙人案是不同的 在一環下後審期間 關犯這案 兩案刑期應該分期執行 下落整體總刑期原執 這案刑期4個月 和雙人案刑期同期執行 兩單准刑期是32個月 羅永彤是沒有刑事紀錄的 2012年5月完成中六課程 離學校之後 曾經做過化妝學徒 書店店員 現在沒有工作 與羅永彤求情的審大律師說 羅永彤在2010年認識顏昆堯 可能是因為錯誤的愛情官 同意協助顏昆堯逃走 誤以為自己願意為愛情犧牲 法官指出 羅永彤到顏昆堯如中令人唏噓 考慮他年輕搬入更新中心 中邀程沒有讀書也沒有工作 有三次刑事記錄 全部都是與這案性質不同 2012年4月入過更新中心 法官指出 中曉晴曾經入過更新中心 法庭可以給他的自身機會 已經差不多耗盡了 他這案的角色很主動 緊處於顏昆堯 懲教處報告 建議中曉晴入教導所接受訓練 法官判中曉晴入教導所 邱麗營沒有刑事記錄 正在讀中心 讀書的六聯班一陣父母離異 自此從父親生去聯絡 由媽媽撫養 法官指出 邱麗在這案內的角色被動 對於計劃實行 沒有什麼具體行動 可給予自身機會 演個囚禁式刑罰 判接受感法18個月 深水埗警區助理指揮官 拘惠刑事劉達強 在庭外就說 案件反映各被告對法律的無知 和為人優置 他們的計劃根本不會成功 羅永濤離開根深中心後 自11年的監管令 在美容所實習 警花2011年 派出臥底警員緝讀 行動在2013年結束 2013年11月11日 臥底警員在項應人搜集中 認出羅永濤涉及毒品案 裁判官王偉權裁定罪名成立 判入教導所18個月 羅永濤不服定罪頭判刑 提出上訴申請 2015年11月12日 高等法院沿途法庭 就位法官陳廣慈 聆訊申請 2015年12月31日 單部判案書 隔回上訴